像其實我的有些病人 雖然他一剛開始來 不是因為為了增加性 性方面的一個生活的改善 他是為了改善他的一個漏尿的情況 來做這個陰道雷射 可是他做完之後 發現欸 因為做完之後他比較滋潤 然後他反而就是有增加 他性慾的那種慾望 然後就會 欸 就有額外的收穫這樣子 這是一間三股 對 第一個陰道有緊實 第二個解決漏尿 然後第三個性生活更加的美滿 真的有病人跟我分享這件事情 請問你有女性患者回來之後說 老公還蠻滿意的嗎 有欸 真的 怎麼回 怎麼怎麼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就那個老公就會說 欸 你最近好像有比較緊喔 這樣子 然後過程就會比較興奮 對對對 大概都比較美滿一點 然後第三胎就生出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詩葦 歡迎收看詩葦愛健康的節目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呢 就是我們臉紅心跳的時刻了 邀請到了密尿科醫師 今天專程呢從高雄北上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 密尿科醫師 李湘瑩醫師 醫師你好 詩葦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今天呢 李醫師要來回答 大家一個問題囉 欸 其實前陣子 我跟我的朋友 真的很密切地討論這件事 我們還想說要不要去團購 就是有關於陰道緊實手術 因為呢 雖然我還沒有結婚啦 但是我的有一些朋友呢 他們是結婚完了 生完小孩 他們說愛愛的時候呢 那個陰道的鬆緊緊實度 真的有差 然後剛剛醫師啊 告訴我說 欸 其實不只是 正直生育年齡的女性 可以來做陰道緊實手術 連停經後的女性也是可以的 可不可以幫我們稍微的 來介紹一下呢 嗯 那其實我們比較 常做的是比較是用 雷射的方式去處理 這個陰道這個環境的改善 嗯 那當然就是 其實除了它有緊實的 一個效果 因為很多女生在 在生完小孩的時候 之後 尤其是如果說 生很多小孩 自然產的那個婦女 那通常它的陰道 就容易會有鬆弛的一個狀況 嗯 那就會影響到 它的這個性生活 那我們經由那個陰道 雷射這種的一個治療方式 它可以就是讓整個陰道 比較緊實 因為它會增加膠原蛋白的增生 膠原蛋白很重要 增生很重要 對啊 女生最喜歡的 沒錯 那其實呢 它這個治療 它除了可以讓這個 膠原蛋白增生啊 然後血管新生 然後讓血液的一個循環比較好 改善那邊的環境比較健康 它也可以增加它的防禦力 也可以改善很多停經後的女生 容易泌尿到感染的一個問題 所以各位各位 這要分兩個部分來講囉 第一個呢 我們先來講的是 年輕女性的幸福 她們的性愛生活 是真的可以靠著這種 陰道緊實手術來做改善的 可以的 哦 好 因為它就是它可以 讓本來是鬆垮垮的一個結構 然後靠這個有彈性的膠原蛋白 讓它整個不會這樣鬆垮垮的 當然就會有緊實的一個作用 可是我好能想像 你知道你是生一根雷射放進去嗎 對對對 它其實是外面一個套管 也是玻璃的套管 那中間在用那個雷射的探頭 去打整個周圍的一個 陰道裡面的環境 哦 所以360度毫無死角的意思 沒錯 365度 好 那它所謂的刺激 比如說我們去打臉部的雷射 我們都會說什麼刺激膠原蛋白再生啊 讓它更年輕緊緻 那陰道的話是讓它更碰培是不是 對對對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那痛腿就會有所謂緊緻的效果 沒錯 對 哦 好 大概都會是什麼樣的女性 來跟您求求診呢 其實因為喔 因為我是密尿科醫師 其實我們的病人屬性 大部分都是比較年紀比較大的病人 會來求診 所以老實說我這邊比較會遇到的病人 會想要來做陰道雷射 大部分都是停經後的女生 那除了因為這個太鬆的問題之外 他們其實很多是困擾排尿的問題 那就是類似像應力性尿失禁 就是咳嗽漏尿的一個問題 過馬路漏尿 對 大笑就漏尿 對 類似這樣子的 或者他們常常都會說 他們會去散步嘛 下午的時候去公園散步啊 運動 就會漏尿 他就覺得非常的困擾 那個跳那個團體舞的時候 康康舞就會很麻煩 對 所以我的族群比較是 屬於比較老年的這個族群 長輩長輩長輩 年少一點的 對 可是我很好奇 因為像這種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女性喔 他們來的話 應該不是為了要追求性愛的刺激吧 還是他們也有這樣子的需求 或者是停經後 對他們的陰道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那個荷爾蒙在低下的狀況底下 真的會影響到 不管是女生男生 其實會影響到性愛的這個部分 但是他們其實還是有這個需求的 像其實我的有些病人 雖然他一剛開始來 不是因為為了增加性方面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改善 他是為了改善他的一個漏尿的情況 來做這個陰道雷射 可是他做完之後發現 他好 因為他比較滋潤 因為做完之後他比較滋潤 然後他反而就是有增加他性慾的那種慾望 然後就會 就有額外的收穫這樣子 這是一見三骨 對 第一個陰道有緊實 第二個解決漏尿 第三個性生活更加的美滿 真的有病人跟我分享這件事情 可是女性在更年期之後 陰道的那個乾澀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概稍微形容一下 是怎麼樣的不舒服 因為可能我們還沒到 還沒到有一點難以想像 但是我真的聽過很多病人跟我 就是抱怨這件事情 他常常說下面很癢 很搔癢 然後而且有的人喔 他會搔癢到他都睡不好 然後還有會有灼熱感 所以很多病人他也會說 譬如說他尿尿的時候會有 他不是泌尿道感染 但是他就是在尿尿的尿道口的周圍 他會覺得有灼熱感 然後我覺得那個癢的部分 是他們比較會覺得困擾的部分 那是跟我們冬天皮膚太癢的冬季癢 是一樣的意思嗎 或許 皮膚科的冬季癢 甚至有病人會說 很像蟲子在那邊爬 可是真的不是蟲 那其實這個時候 因為很多庭親後的女生 因為我們庭親後的女生 我們的陰道的環境的 酸鹼質的環境也都會改變 然後變得也比較脆弱 防禦力低 那我們的外陰部本來就有很多的 正常的一個菌蟲在那邊 當你細菌多 然後防禦力又低的時候 他就容易有機可乘 他就會從尿道 就是感染到我們的 泌尿的系統 OK 那庭親後的女性 也容易會有泌尿道的感染 所以這都一起的 OK 所以第一個改善泌尿道的感染 第二個增加濕潤 然後增加幸福 跟增加緊實度 而且減少燒癢的一個症狀 晚上才會睡下去啦 對對對 真的真的 這個真的很重要 好 那另外請教一下 因為呢 其實我想不只是 停經後的婦女吧 因為像我們的節目 有很多是年輕的女性 那年輕的女性 好像也會反覆 蜜蜜蜜蜜到感染 而且我跟你講 都是我的 叫我出賣我的大學同學 我大學同學就會說 那個跟老公 男朋友剛認識的時候 性愛比較頻繁 就很容易會有泌尿道感染 對對對 其實在我在門診 也是真的很常遇到 年輕的族群 他是很容易反覆性 泌尿道感染 那我們定義 反覆性泌尿道感染 就是半年內 就出現兩次 發生過兩次的 泌尿道感染 或者是一年出現 發生過三次 就算是頻繁了 就頻繁 就算是反覆 頻繁的泌尿道感染 他的臨床症狀是什麼 還有他的細菌 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女生的尿道很短 那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的外陰部 他主要就是有一些 大腸感菌的 就是他是正常的 會存在那邊 所以當你 譬如說在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就是 你的防禦力低 然後因為 因為是尿道很短 所以很容易 就是在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把這個細菌 就會帶到那個 尿道裡面去 那講清楚喔 責任是誰的 那個細菌是女生 是男生的 女生 女生 女生的 兩個都有責任 所以是女生 女生自己的 對對對 因為你 抵抗力弱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感染 其實不外乎 就是細菌多 然後這個時候 他就容易會侵犯到 我們比較脆弱的地方這樣子 各位不要想說 怎麼可能 我的妹妹怎麼可能 那麼多細菌 其實我們的口腔裡面 也有很多細菌啊 有細菌是正常的 五菌才是不正常的 對 其實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在做 密尿道感染 會驗他的那個 細菌培養 那其實細菌培養很多 大部分培養的細菌 就是大腸桿菌 然後那個 通常病人就會很緊張 他就告訴你說 我是不是那個清潔不好啊 或者是我哪裡做錯什麼 洗不乾淨 或者洗不乾淨 或者內褲是不是太髒了 是不是要換 要勤著換 才不會感染 不然怎麼會大腸桿菌呢 然後我跟他說 不用緊張 因為如果是大腸桿菌 表示是好治療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用簡單的抗生素 大部分都可以控制 而且九成以上 是大腸桿菌的感染 那如果說你反而是 比較特殊型的細菌 你反而必須要用比較其他 後腺一點的抗生素 才能夠治療得起來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你大腸桿菌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是常見的細菌 沒問題 我們用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等於有點在性行為的 那個抽插動作當中 就不小心把它掃進去了 的意思 可能是另外一個原因 可是當然我們還是 跟那個我們女生啊 或是男生 跟自己本身的體質也是很有關係 那譬如說女生 如果說太少喝水 那當然她的更容易會感染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在性行為 如果是病人是比較容易 感染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當然她最好是 性行為的前後都去喝水 喝水之後排掉 那當然是最好的 那不然男生也可以 在性行為前 先把它洗乾淨一點 男生女生都要洗 對對對 這樣是最好的啊 可是不行耶 因為你記得我們有前幾集 聊到那個按摩陰蒂的部分啊 然後陰蒂跟 陰蒂跟尿道其實是 很近 很近 對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欸不會贏耶 他每次被 就是被男生愛撫 做這種前戲的動作的時候 他都會忍不住很想尿尿 可是他很怕尿出來 就是潮吹尿失禁 對對對 可是你又叫我 愛愛之前要喝水 那那個時機點到底要怎麼掌握 你喝水完 然後排掉 解完尿 再去愛愛 對對對 因為 他多少 他不是說要喝水 然後去愛愛 他是要喝水完 然後你去把尿解掉之後 再那個愛愛這樣子 對對對 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 從陰道 那個尿道口跟陰蒂 他們是好姐妹 連得很近 很近 所以在按摩的時候 在愛愛的時候 前戲的時候 忍不住會有點想尿尿的感覺 是正常的 正常的 對對對 了解了解 好 那接下來醫師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囉 這種所謂的陰道緊實的手術 我有聽過有人說 欸他像雷射 雷射 雷射 他們可以利用手術的方式 去把它 就是 就是結構幫他用的比較小 開口比較小 其實也可以用手術啦 不過我們今天當然是著重在 非手術的一個部分 就是增加那個陰道的 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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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那個臉部 你喜歡有膠原蛋白嗎 對 一定要 還有痰性這樣子 對 可是重點也在這裡囉 像如果我去打熱毒感菌 或膠原蛋白 我可能比如說半年一年的時候 要去補充一次 沒錯 陰道雷射一次有效嗎 我們其實一個療程 我們會做三次一個療程 一個月打一次 那基本上也是維持 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時候 的一個時間 所以還是要定期保養 那這樣子不就還是 他沒有辦法一次解決 他沒有辦法永久的 所以他其實是跟臉部的雷射 是一樣的 所以你通常都會怎麼跟病患說呢 就是我有的病人 他就會每年就來跟我說 欸 又來跟你報到了 要來保養一下 因為他們認為就是打完之後 整個比較舒服啦 然後也好像這一年 就是比較不會有 密尿到感染或搔癢的一個症狀 那所以他們就會 就知道說 欸 開始有不舒服的時候 就會回來找我保養了 對 就像每年百貨公司有週年期 然後你打了雷射 肉毒感染跟玻尿酸 你也是每年都要回去做保養 然後汽車也是要做保養 對 臉部也是啦 對啊 所以你的妹妹陰道 尤其是陰道內壁 當然也是需要保養 沒錯 重點是他可以實際的解決 女性密尿道感染 還有 還有 搔癢 搔癢 緊濕 緊濕 對 讓他比較滋潤 然後比較彈性的一個環境 醫師老實說 請問你有女性患者回來之後說 老公還滿滿意的嗎 有欸 真的 怎麼回 怎麼怎麼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就那個 老公就會說 欸 你最近好像有比較緊喔 這樣子 然後過程就會比較興奮 對對對 這當然就會比較美滿一點 然後第三胎就生出來了 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來介紹呢 有關於陰道緊實的也是喔 如果你長期反覆都有泌尿道感染 或者是你已經是停經後的女性呢 都可以來做參考 李湘瑩醫師要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女性如果要預防泌尿道感染的話 在日常生活當中要注意的事項呢 幫大家快速再要一下 對 第一個一定是要多喝開水 多補充水分 把尿排乾淨 它才不會有細菌滋生在我們的膀胱裡面 那第二個當然我們如果說 它很困擾反覆性病要到感染 我們在那個上完大號的時候 你擦是要由前往後擦 就是不要把那個腸道的一個細菌 帶到前面去 我唱會我都是往前擦 真的嗎 要往後擦就對了 大便的時候 大便一定是往後擦 對 大便往後擦 那尿尿是往前擦 對對對 嚇死我了 大便 因為很多人比較不知道 它可能在大便往後擦 一定是往後擦 不能把細菌帶到前面去這樣子 還有嗎 那當然平常我們還是如果 想要多加強防禦力的話 可以用吃的保養品 我們也有噴的保養品 那停經後的女生 局部補充女性荷爾蒙 用擦的 再陰道補充女性荷爾蒙 也可以改善 泌尿道感染 OK 好 以上呢 是幫大家來做補充了 我們也在節目當中 非常的感謝 高雄醫師大學 副社醫院的 泌尿科醫師 李湘怡醫師 謝謝醫師 謝謝 拜拜